大家好,我是爱分享没事的痛麻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黄瓜凉拌鸡蛋 天气热美味口,非常适合这道凉菜 清脆爽口,开胃下饭 先把买回来的黄瓜去掉两头 用刀直接排散,切成块 排散的黄瓜比较好吸收汁水 切好放入碗中 接着将红萝卜切成凉鲜块 香菜切末 红柴椒切块配色 这是我提切泡好的木耳和腐竹 把腐竹切段 水开后把腐竹先焯一下水 焯好捞出 然后放入木耳 不用煮过长时间,水开就可以捞出 用凉水冲一下,放一旁备用 接着把葱,姜,蒜,切末 凉拌黄瓜少不了蒜,有了它更入味 小米辣切碎 切好放入碗中 放入一勺白芝麻 锅里倒入植物油 烧热浇到上面 激发出葱姜蒜和小米辣 所有的香味 放入鸡精 盐 放入白汤提歇 倒入一点香油增香 再来点蚝油 夏季调菜少不了酸和辣的味道 再放入两勺香醋 搅拌均勻,料汁就调好了 碗中打入三颗鸡蛋 蛋黄蛋清风鲤 里面各放少许盐 再各放两滴白醋去腥 把鸡蛋搅散 平底锅烧热,倒入鸡蛋清 烙至奇小泡翻面 翻过去烙两秒钟即可出锅 蛋黄也用同样的方法烙好出锅 先切成长条 然后再切成凉鲜块 放一旁备用 下面我们来拌菜 依次放入腐竹 木耳 红萝卜 放入烙好的蛋皮 红彩椒 倒入调好的料汁 最后放入香菜 搅拌均勇 就可以享用了 黄瓜凉拌鸡蛋就做好了 口感爽脆 开胃解腻 是夏天必不可少的一道凉菜 而且省食又省力 喜欢的朋友快收藏起来 有时间你也试试 这期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关注和转发 下期再见